除了落枕閃道 還有一個蠻常見的就是足底筋膜炎 台灣人的發聲率大概就是10到15% 像是藝人黃沛佳 他就說他其實小時候就非常會跳舞 但是畢業大概10年之後 他就完全沒有在跳 最近因為屁的需要 他就去學習了這個現代的舞蹈 天天的瘋狂練舞 練到後來是足底筋膜炎發作 他說那個疼痛是從腳底麻到大腿 他也感嘆說這10多年來沒有練舞 筋骨真的是變得比較硬一些些的 另外一位是陳女士 他說之前因為疫情才在家 體重就直線上升 逼近的多了10公斤 後來因為解封之後 朋友常揪他一起去爬山 他常常爬到這個腿酸腳 甚至有一次是睡醒的時候 他的腳底板是有強烈的刺痛感 當時他還必須要補行 才可以做這個舒緩的動作 後來到醫院去檢查才發現 原來他也是足底筋膜炎 醫生就推測應該是他體重過重 再加上長時間步行所造成 其實我們常常叫人家多去走路 走的半天又有足底筋膜炎 侯醫師 這到底什麼叫做足底筋膜炎 而且萬一我們真的不小心 足底筋膜炎的時候 平常在家裡有些方法可以緩解它 而且平常要做什麼動作 多練習什麼動作 才比較不會足底筋膜炎 因為現在很多人都喜歡走路 那今天復健科三大筋膜炎都出現了 就是肩頸 腰背 足底筋膜炎 這是侯中堡吃飯的工具 足底筋膜炎大概就在這個區域 就是大概會長這樣子 在腳底的地方 那有的足底筋膜炎疼痛 你可以壓一壓看 你用大拇指壓你這邊腳跟 這邊那個地方 大概壓那邊 大概這邊會痛 你大概九成就是足底筋膜炎 那還有一些就是很經典的症狀 經典症狀是什麼 那個醫學叫First Step Sign 就是早上踩第一步 會特別痛 但是走一走就好了 但是你走太多又會開始痛 這是很經典的第一個症狀 第二個症狀就是你久坐 突然站起來就腳超級痛 這是第二個 那你如果去久站久走 它會開始痛起來 那它的特點就是說 如果你有以下一些症狀 就是容易發生的危險群 第一個就是你的足弓 是有異常的 像有些人有扁平足 高足弓 你就容易得到足底筋膜炎 或是有些跑步過多 爬山過多 有些人跑步會用足跟去撞腳底 他一直撞一撞 這邊就會容易發炎 那最常見的就是我們上班族 要久站久走 體重過重 這些都是高危險群這樣子 那你如果真的得到足底筋膜炎的話 其實就是有一些動作可以預防這樣 怎麼做呢 OK 好 那我在這裡就先教大家一些比較簡單的 就是在家裡可以做的 首先你要準備一些熱水 就是足底筋膜炎 泡一下熱水 基本就是熱膚 那有些人會覺得他冰腹比較舒服 也是OK的 你要冰熱交替都OK的 所以第一個要先熱膚 那第二個我們可能可以 開始先放鬆腳底的肌肉 因為足底筋膜會長這樣子 所以我們要伸展它 要怎麼伸展 我們可以先活動一下大腳趾 拉一下腳趾就對了 然後我們拉一拉 然後往後拉 這樣就可以伸展到我們足底筋膜的地方 那我們大概拉個30秒至1分鐘左右 撐住它 對 那如果你伸展了之後 其實你長期而言 你要做一些足弓的訓練 那比較簡單的 我們就可以用一些這個毛巾 就是用腳趾抓毛巾 然後這樣子大概抓個5至10秒 難怪那個李懿很少推進去 他不是常常用腳去夾扣去 訓練 那這個主要就是訓練我們足弓的肌肉 就是讓我們足弓比較正常一點 那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就是我們小腿 很多人都是小腿緊繃 所以我們要伸展小腿 伸展小腿也很簡單 我們就找個椅子或桌子 其實就是前弓後箭 這樣拉一下小腿肌肉是不是 對 如果你小腿過度緊繃 也會有類似足底筋膜的現象 所以你如果拉一拉就比較好了 你可能就純粹只是腳底太簡了 對 就平常可以多做這些運動 夾夾毛巾 然後拉拉小腿的肌肉 沒錯 像我們平常筋骨比較容易緊的時候 我們除了去給人家推拿出來 我們還會常常到中醫去做拔罐 可是拔罐拔出來那個顏色 其實就代表我們身體的健康狀況是不一樣的 神醫師 一般我們拔罐會分成火罐跟氣罐 火罐我們在家裡拔可能比較危險一定 可能大部分會操作 所以大部分都是氣罐 拔起來之後常常會有一些顏色 其實有時候我們也會用一些 滑罐的方式去滑 不過滑罐大概也會 用在比較平坦的地方 比如說背上 一般像我們這個腳毛比較多 就不要滑了 等一下可能毛都掉了 對 然後再來是氣罐在拔的時候 也要注意就不要使命拔 我們其實大概拔到大概四分之一的一個高度就可以 你說那個皮被拔起來四分之一 對 然後再來 我們剛才講到的是這個筋膜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從拔罐的顏色 你可以看出一些狀況 怎麼看 譬如說我們拔完之後 顏色是比較粉粉的淺淺 這代表身體滿健康的 如果它是鮮紅的 對 如果它是鮮紅的 可能有一些發炎的問題 那如果它拔起來的狀況是會這樣灰白色 可能氣血不太足 也就是那個皮血的人 對 然後再來是如果是紫紅色 大概很多人都是這樣 大部分都這樣拔 就整個都是這樣子 不過很多人拔成紫紅色是拔太用力 是拔太用力 過太多的血管 然後再來你拔的時候 會有一些血氣沾在上面 代表這個濕氣重 其實濕氣重在中醫的角度就是說 你身體的這些功能可能比較慢 它代謝的比較慢一點 好 那在我們這個主體筋膜炎上面 我們可以看到什麼 有時候在靜前肌可以看到一些壓痛點 你可以去摸摸看 在靜前肌上面可能有一些 然後在我們的跟腱的地方 在跟腱的地方 你也可以壓到一些痛點 通常我們會在這個 靜前肌的地方做拔罐 跟這個小腿肚這個地方 像你就是有肥腸肌 也有這個比目浴肌 在這個地方做拔罐 也可以增加它的血液循環 所以一般來說 我們拔罐是這樣子 拔起來的 對 這個氣罐 拔起來的後度 四分之一 大概四分之一就可以 然後 你如果去取一些穴道 像這個地方就接近我們的 楊林泉的血液徑骨穴 這樣子的一個穴道的應用 可以讓我們的逐步的血液循環變好 小腿肚的話 小腿肚的中間有一個塵山穴 塵山穴我們也可以做一個拔罐 後面的地方 對 後面的地方 所以常常注意筋膜炎可以拔這幾個地方 對 拔這幾個地方 去改善我們整個小腿 還有我們的跟腱的一個血液循環 當然再配合剛剛的一些拉筋的動作 再來 那我很好奇 我們常常說拔罐 這樣子要拔多久 才可以拔拉臉 一般都五到十分鐘就好了 不要拔太久 就這樣撐著這樣五到十分鐘 對 五到十分鐘就可以了 是 那在拔罐之前有需要做一些舒緩的動作嗎 比如說先去泡腳還是怎麼樣 應該是不用 不用 不需要 我們拔罐就是配合一些 像尤其我們在治療的時候 會配合一些針灸 甚至一些赤裸放血 去把局部的血液環改善 是 所以很多人拔罐很好笑 拔了之後就去睡覺 可能就躺到台上這樣拔起來 都沒有拔開一下 黑黑的然後就覺得很有效 對啊 拔太久了 拔太久 拔太久其實殘留的都是痛感 對 其實還有一種適當的拔罐的方法 對 那如果說我們有一些發炎的問題 一些慢性的問題 我們其實可以藉由中藥的一些方式來改善 譬如說我們可以用一些茶飲來幫忙 像我們 剛才講到血巡 所以當歸穿窮我們會用 再來就是貴枝 我們可以來改善它的微循環 再來就是獨活 獨活我們剛才講過 對於擴張的血管 抗發炎有幫助 商技生對於我們的 包括像血壓的調控 包括像我們的筋骨的痠狀 像驅蜂石都有幫助 續斷是我們常用的一個筋骨藥 養精補骨 OK 所以其實現在很喜歡去外面做運動 對 但是你要小心 有時候你發現走路走一走走 你就突然發現 腳好像很懂走不動了 你必須要休息一下 站起來才能繼續走 走沒幾步 又開始覺得腳怎麼開始走 又走不動了 小心喔 最有可能是你的腳已經中風了 我們廣告者回來告訴你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江峰醫師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幫我們按讚訂閱並開啟小鈴鐺喔 這樣子就可以隨時接收到 我們最新影片的訊息喔 另外如果你覺得我們的影片 對你的健康有幫忙的話 請幫我們按一下影片下方的 超級感謝的按鈕喔 表達對我們的支持及肯定 謝謝大家